《瘋狗編輯室》 2019年,我們MARIDE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 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驗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肉購重促 2019是香港極具意義的一年 也是我漫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將記載於歷史上 這一年,香港覺醒 是近200年歷史中里程悲悉的覺醒 有時是突然 但也由來有止 是香港市民的覺醒 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一代的覺醒 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 再不會回頭 李懿 香港覺醒緝錄了李懿於2019年的正論文章 既有歷史時局的分析 卻不流冰冷 既有時代兒女的熱血 也不失睿智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讀著甲序甲乙的時論文章 李懿新書《香港覺醒》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 或經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20元 多謝大家 第三節 我仍然找一張 交換軍在印度邊境拿著關島的照片 找到給大家看 Julian 你想回答整個情況 以及朋友想問你什麼問題 很多朋友對於印度和中國會有持續性 由5月開始的直接軍事衝突 是有所警惕 究竟中國和印度會不會爆發一次中印戰爭 還有印度真是戰狼 他真是非常活躍 而且站得很硬 在台長說中印衝突之前 我也說一下印度最近這一年 不要說這一年 由今年開始 他的外交政策 真是扮演了一個很活躍 以及一個很主動的角色 尤其是他和俄羅斯和日本的籠略 據說原來印度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令到大家都會非常意料不到 就是維繫俄羅斯和日本 即是印度利用他的外交關係 因為印度和日本的關係非常好 而且他對俄羅斯的關係也是不斷升溫 而且他和俄羅斯的關係 可以說是 跟中國的緊密程度是不同的 即是印和關係 除了有很多軍事上的加流 而且他的經濟加流是不斷升溫的 中印 其實中印關係 之前胡錫進也說 中印關係去到一個 中印關係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中國佔了俄羅斯出口的15% 但其實俄羅斯進口中國的貨品 的總值都是不到1% 所以莫斯科對於北京的經濟依賴是非常之大 但莫斯科是不斷扭轉這個局面 說回印度和日本和俄羅斯的三國關係 據說印度最近不斷跟莫斯科有聯繫 據說其中一個項目就是 如何成為一個中間人 協助俄羅斯和日本寫一個中戰書 原來就是說 蘇聯在二次大戰之後 他和日本是微遷和約 沒有平衡 其實還未正式解除戰爭狀態 其實法理上還未正式解除戰爭狀態 而且俄羅斯 即蘇聯和今時今日俄羅斯 都不願意北方四島這個議題 和對日本施壓 前幾集都說過 當時我們說過 日本有談過和蘇聯簽和約 但當時被美國邀協說 70年代 如果你當時要和蘇聯簽和約的話 我就會令沖繩獨立 來要脅日本 不可以和前蘇聯簽和約 但去到這個 可以說全世界的目光 都聚焦在瓦太地區 尤其是中國的年代 印度就是促成莫斯科和東京 會不會可以早日簽和約 而且有這麼多經貿 甚至軍事上的交流呢 如果日本要再軍事化 雖然可以說他一定要買美國貨 但如果他可以成為俄羅斯的潛在顧客 莫斯科何樂而不為 去探討合作的可能性 但北方四島的問題如何解決 北方四島一直以來 都是由俄羅斯去管轄 其實就是維持現狀 但我不相信俄羅斯會放棄北方四島 因為傳說過就是這樣 放棄兩個島 日本會付錢賣 日本會付得起錢 其實日本付得起錢 但俄羅斯可能想要的是長期訂單 尤其是印度之所以可以成為 俄羅斯的大盟友的一個因素 都是印度的潛力 尤其是他的製造業高速的發展 令印度將會對原材料需求大增 如果要從中國那裏分開 或者減少削減15.8% 即是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百分數 如果要分散15.8% 其實印度是一個非常快的 和印度建立一個緊密的經貿關係 是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快的策略 可以幫助莫斯科去做這件事 又有人問我 中俄關係會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轉捩點 我會說 有一件事我已經可以跟大家拍心口說 是這15.8% 即是中國對俄羅斯的經貿關係 就是百分數 這15%它不減到很嚴重的時候 俄羅斯都不會向中國反面 但是有很多桌底的事情已經在做 尤其是蒙古問題上 待會我們會說 因為那個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正因為它很重要 所以就不見到中國很廣 其實你應該這樣看 一些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在新聞裡看不到 反而不說 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大家會常常看到很多 有些觀眾問你 關於中印的戰爭是什麼問題 具體的問題 他說中國和印度會不會打 那我立即打給你 拿得關都出來當然不會打 要打就是拿一些重型武器飛彈 戰鬥機、彈克車等等 那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何會有這樣的推選 我講很久了 即是由去年開始 中印在邊境裡面 已經出現一些小型衝突 當時我已經說 是不會打 去年那個情況 應該是涉及那個北丹 那條火車路 中國塞了過去 即是涉進去北丹的邊境裡面 有一點點 即是大家吵起上來 印度也在其他邊境問題上 跟中國有糾紛 今次這個情況 就比較 惡劣少少 因為大家打過 賣身肉搏戰 也死了 死了的情況 在印度 就相當之高調去紀念 中國就絕對低調 最近才出了一些照片 就是拍到一些懷疑 在這個衝突裡面 被打死的中國軍隊的墳墓 但沒有人確認 但我相信都是真的 即是一段時間的 即是大力話 也有幾十個 可能會上去幾百個 剛才那個 即是我的推算很簡單 就是你拿那把剃刀 或是撲刀 不是關刀 關刀是因為很重的 關刀以前一定要騎馬 即是拿著撞盲 如果大家想知道那把刀是怎樣 我就介紹 聽我們以前做的節目 就是古今一百場戰役 早期的 就是涉及到一位日本女武士 叫做鮑魚童 他就握這些刀 即是類似那樣的 宋朝時的撲刀 是短一點和輕的 即是一支棍 加上一支刀鋒 我相信是那類刀 或是在那類刀的基礎上 去做一些改良之類的事情 很有中國特色 講到明 即是要打 就不是出這些武器 要出這些武器的原因是甚麼 大家有一個默契 就是在中印的邊境 就算有兜風 不開槍 但印度開了 印度開了之餘 接著有另一個消息 就是有五個印度的年輕士兵 是被弄走了 這樣也可以對到我們说的 對正式說明 現在是 reasons 人治工教育 所以傭了五個 印度能拔下五個 插錢 或是就用另外的化合 而互換 那是沒有 可能 大家認為 結束了 że 大家聽到外面就算了 但那邊人民之間 等人才會添 forcément 所以又可以這樣子 事實上,在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時 也有部份的減方軍被俘虜到印度 而且拘留了很長時間 後來才放回他們 這次邊境衝突,大家記住了一件很重要 到十月的時候,那個地方已經冰封了 它不是一個常規作戰的地方 現在開船 就算現在也很難,因為那個地方屬於高原 它去打的時候,一般的漢族解放軍未必適應到 所以文說出動了一些藏族或其他少數族 適宜在那個地方活動 另一邊也是,在衝突期間 有藏裔的印度軍隊,特種部隊 是採用地雷,然後死了 這個衝突本身會否爆發成為一個大型的戰爭呢 理論上在這個地方就不會的 除非印度深入了中國的國境 因為那個地方實際是西藏 去做一些更大型的軍事活動 但是我不覺得現在有這個條件 也看不到有這樣的準備 至於準備方面是怎樣呢 譬如你評估中國會否參與一洋戰爭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什麼呢 它首先是會發動國內輿論 即是有這個輿論,其實你就看到就是 就算是差不多了 譬如說1978年或1979年的越南戰爭 事前是做過一個輿論的準備 當時越南的軍隊進入了柬埔寨 對赤簡等等 他會出了這些宣傳 那你就會問,出了這些宣傳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只有一個講字呢 其實就不是的 為什麼要在中國傳統 即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傳統上 他要出了一個宣傳 才去做這件事呢 就是他要凝聚人民的支持 他首先告訴你 這場戰爭是正義的 我們是做得對的 所以我們打 正因為我們做得對的要打 所以你要支持我 那你支持我,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譬如你要捐血 你要捐財產 你要捐蜜叉 還有一場戰爭是叫做土法 而不是入侵 是的 所以你看到的時候 就是在現在這個中印邊境裡面 這場衝突有沒有發動這個輿論呢 有沒有授回印度早中十八代 怎樣對中國人不好 為什麼我們1962年的時候 要打這場戰爭 是沒有的 現在其實是保持著 將這場戰爭的那個 具體的新聞 不是公開報道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這個胡錫進說了 如果你再打下去,我們就毀滅你 他是說了這些東西 你現在不見一個很大型的宣傳攻勢 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他說 除非我們看到這個宣傳的攻勢 否則我們就不覺得 他會在那個地方發生一個大型的軍事衝突 不需要過濾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現在中國要和印度開拖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台灣海峽和南海那邊怎樣做 你是不是足夠可以應付 即是幾邊 現在不是兩邊 因為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是說還有另外一邊 那這邊就不是太難搞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海軍鬥水兵 但是你一拖下去那邊 那在南海那邊就會比較 會削弱了 會削弱了 還有人家會覺得你會比較容易搞的 但是代表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就是這樣 正應相反 是相反的 相反的 因為印度有條件在南海 而實際上他去了 他去了那個地方就是馬六甲 那麼第一件事 印度就是有海軍的 我應該要檢查印度 是不是有航母了 OK 印度本身也是一個怎樣說 如果說印度文明的擴張方向 其實東南亞就是和中國的交界點 因為歷史上不要說東南亞其他國家 就說越南 看回越南以前的相片 大家會好看到印度教的色彩 印度的色彩其實是我們 就算是我們香港也看到的 已經滲入到我們傳統文化 就是說上星期的漁蘭節 大家有沒有聽過鬼王 原來鬼王就是一個印度教的神職 嚴羅王 這個不單是嚴羅王 這個不單是嚴羅王 更加是鬼王 就說7月14日那天有很多小鬼 會周圍走 這些鬼王就是小鬼的領導 首領 他就不是嚴羅 嚴羅是另一個死亡之神 但是一個鬼王 我記得就是小時候 我們看他燒鬼王的一個儀式 之後到大陸就看回 原來他是印度教的一個神 所以很可笑 中國人死了之後 是給印度神館的 我們在佛教裡面 也有很多印度的影響 剛才回答我自己問的問題 印度有沒有航空南 印度是有的 就是在造簡 預計在2021年 即明年就會完成 批准是他可以下水 即是到處走走走走 就是2023年 但是呢 即是說2021年一定是遲 2023年才可以下水 所以也是要用俄羅斯的技術去幫忙 之前S-400的導彈系統 俄羅斯就加碼賣給土耳其 現在如果他和印度之間的密密針 那就看看印度會不會加碼賣俄羅斯的武器 但是說回印度和俄羅斯 有一個 印度和俄羅斯 其中一個不斷升幅的合作層面 就是印度成為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其中一個橋樑 因為印度就是要盡力爭取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 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合作夥伴 但是印度也明白 尤其是現在的時勢 如果美國要出面和俄羅斯有什麼合作 其實在國內的輿論壓力很大 反而印度就可以成為一個中間人去促成 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台帝合作 印度有另一隻就是基庫級 應該就是俄羅斯幫手 是啊 聽就知道 是基庫級的 就是巴褲的 也是跟遼寧號一樣 但是這個是蘇聯時候的海軍 俄羅斯海軍 然後他不用了 然後就繩了給印度 印度有一隻航母艦 就是俄羅斯和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 剛才我說的結論是怎樣 如果有人問 中印會不會就現在這個邊境 這個邊境本身會爆發衝突 我覺得是 小型的衝突是會有的 大家就埋身肉搏 大家都要免 大家都要免 因為那邊是用了藏族和蒙古族的 但印度會不會開槍呢 印度是會開槍的 因為印度是不理得你的 但是中國就會 克制的 他們現在都是克制 但是如果要打的話 如果不斷打的話 會怎樣呢 就會飛彈 對飛彈 其實中國對印度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沒有什麼好處 具體的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你說 我跟美國打 美國人少 美國人只有2億人 中國有十幾億 我找一百個中國人 跟你換一個美國人 我也覺得好處 因為美國人是很怕死的 在中國的導力體 但是印度不同 印度都有 你有恨彈 我也有核彈 你有這麼多人 我也有這麼多人 而且大家的人命都不值錢 大家都是差不多半斤八兩 所以剛才我說一下水軍 海軍鬥水兵之餘 是爛鬥爛 大家的戰爭成本 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對於習近平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是什麼呢 一打起來 很多東西會穿崩 還有有這麼多熱點 怎麼應付 有這麼多熱點 怎麼應付 打贏就好 打輸就很嚴重 打輸了就是整個區域的局勢洗牌 因為打輸了 別人會有一個推論 就是你跟印度人打輸 你怎麼跟美國打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是這個推論未必成立 大家要記住 但是 在習近平在現在的情況 他是不可以輸的 是不可以輸得難看 至於何謂輸何謂贏 其實有時候是挺曖昧的 譬如現在上次 大家隻抽吧 隻抽完 有些你又死點 我又死點 大家有沒有把這個人做出來做Tolly 計算你死得多少 你傷多少 我傷多少 結果大家都沒有做這件事 俄羅斯有助 最後選擇買武器 和和印度不斷加強軍事合作 就說上個月 他們才開始了一個計劃 就是俄羅斯會幫印度的軍隊 有logistical cooperation 即是說會在補給線上提供一些合作發展的項目 也看到 台長剛才所說 雙方都會計算一下誰會有什麼價值 就是因為這個戰爭的成本這麼低 原來有一個人都會受惠於這個低成本的戰爭 就是原來是俄羅斯 另外一個角度是甚麼 中國如果要和美國對抗 其實他有另一條招數 就是找北韓 如果中國和印度要打 其實他就不一定要自己下手 他會找巴基斯坦 但民粹巴基斯坦現在不太制 巴基斯坦在這個問題上 現在這個問題上 你不要找我搞了 好像文說有個說法 我要遲這條討論 就是巴基斯坦現在想和台灣搞好一些關係 真的不知為何 因為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世仇 連在香港也是 但是似乎這次是出不了巴基斯坦這一招 而在剛才說 就是現在這個用北韓去兇美國這一招 似乎都開始不太好 所以這個是其實在中國外交上 開始暴露的弱點 我覺得我們現在遲些有機會 我再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角度去說 現在中國在外交上遇到甚麼問題 但是剛才我們提過 最重要的就是 接下來的疑問 就是當在十月的時候 這個地區說風的時候 如果不打的話 那印度會做甚麼呢 我懷疑其中一件事 印度就會派多些軍艦去南海 他現在有這個條件 但是相對於中國就沒有這個條件 中國就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將中國海軍在印度洋那邊 就是游來游去 絕對沒有 出不了馬洛甲海盒 是啊 所以整件事是怎樣 就是 大家知道 日本現在正在選新首相 印度跟中國的這個衝突 在十月的時候 我覺得在哥地區本身就會停 但是危機在哪裡 就是到了日本的新首相 印度又埋了位 印度又有些海軍去 那麼南海那邊就齊腳了 那麼齊腳是美國就可以開始去動手了 而我也都相信 就不會遲過這個美國的大選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的海峽這幾天 那個局面似乎繼續升溫 因為上個禮拜已經出現了一隻 SU-35 就無緣無故在廣西內 下降了 這一兩天 都繼續有些 就是中國的戰鬥機 應該是過了那條中線 那裡 台灣也都在搞飛彈的軍事演習 其實避戰是台灣現在最應該做的事 我都聽到一些人都開始有這樣的傳說 有些人就問一個問題就是 好像香港一樣 是不是要移民 或者要走開一會 但是無論如何不要緊 就是要來的就始終要來 但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對於中國局勢來說 無論是台灣海峽 或者南海 以至中印邊境 都不是一個最緊急的問題 最緊急的問題是 就是內蒙古 內蒙古這個問題 待會Julian會講詳細一點 我待會再回來 好